反正不外物就先把這個舊的刪掉 那我怎麼知道他到哪一列 沒關係 向下抓嘛 那就先清空 清空之後呢再針對什麼 針對他輸入利率 比如說他輸入是2%的話 那實際上一個間距嘛 1%就是8個0.125% 0.125% 一個兩個 那一直 往下劃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樣 0.125 0.25一直往下 1%大概就8個 再8個 OK 所以基本上他怎麼可以把它畫出來 當然我們暫時先不要處理那個 框線 框線 第二階段處理 所以呢這個地方 第一階段的話也許我們撰寫程式 可以先這樣子 因為我有把那個最後程式嘛 放在 不是這一個 應該這一個 先處理利率 利率部分的話 基本上先不要處理框線好了 其實也是分兩階段來處理會比較輕 框線也許之後再加 框線部分 框線 那原來是這樣的 就是 利率 這個多一個 那先怎麼樣 他會先清除舊資料 一樣 請輸入 你的那個利率是多少 那因為我輸入的是2對不對 所以 接下來做什麼 清空 清除對不對 清除的話是 I等於第四列 從這邊開始清 清到哪裡 清到最下面 直到 最後面 清除 OK這個跟剛剛一樣 輸入 應該是輸入利率才對 他輸入的 那個利率的話 因為這邊輸入的是2 所以x是2 那 接下來你要想說 從哪一列 一樣從第四列 那 到哪一個位置 基本上 我們是用什麼 用那個2來 就是用x 一定是乘上 乘上8 有沒有 因為一個區段 1% 剛好8個 所以為什麼乘上8 那 乘8之後呢 你想說 老師 那為什麼要加上 3呢 道理很簡單 上面這三個 你要往下 所以如果不加3的話 那會少3 所以把這個範圍先 那x是先乘了之後 再加 所以應該沒問題 所以不用刮糊 他 如果是先 加的話 那你就要把後面先把它刮糊起來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需要做什麼 也許你這邊比較不懂的話 射中斷點 執行過 利率假如說 改成3%好了 按確定 OK 那如果改成3%的話 這邊就接到3 那一樣先清空了 到這裡 x等於 3 如果3乘上 3×824 24 那因為我不是從1開始 我是從第4開始 所以必須把它加3 那就往下 4到 24 27 對不對 所以這邊加起來27 那你如果不知道 游標放上 選取起來 游標放上去 它也會告訴你 那再來就怎麼樣 輸出 那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 A欄的 第 i的話 因為上面有 又被用了 不過你會發現 這邊有i 這邊有i 你想說 那兩個怎麼會不會衝突到 其實並不會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執行 在MF8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這個i本來到20 對不對 可是你如果說 後面再用 它又丟一個新值給它 那這個時候i裡面的值 就會被覆蓋 就有點像剪貼不一樣 你Ctrl C 你現在在Ctrl C的時候 那那個前一次的值 就被 蓋掉了 就不存在了 OK 不過有的時候 當然有些人會擔心說 會不會重複 不然你就改一個名稱 也不要叫i 叫i2好了 加一個2也可以 反正名稱 這個部分可以自己取 好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從4 那輸出到哪裡呢 一樣是 A4 所以 A4 的位置 那輸出什麼呢 輸出就是 因為我從 這個i是從4開始 那可是問題 我輸出是從0.00125開始 所以特別注意怎麼樣 你必須把i再減掉 3 從1嘛 對不對 那因為你要先減 再乘 所以記得要先加個括弧 這個括弧不能省 你就把它加上去 其他的話就自動全部跑出來 OK 0.125 0.25 等等 一時類推 那這裡我還沒有處理到表格的部分 有沒有 所以表格還沒劃 那怎麼樣把表格加上去 其實呢 剛剛我這邊有一個所謂的清除框線 跟增加框線 主要是從年的地方 去把它獨立出來 為什麼因為可能會共用到 那如果說有些程式假如你會跟其他的程式共用的話 記得先插入一個新的程序 名稱的話也許要清除框線按確定 再把那個程式搬過來 那搬過來之後呢 以後你要呼叫他的話 很簡單 call 這個東西 那這邊一樣有一個call call就增加光線 這樣會比較簡單 那未來呢 如果說 這邊也會用到的話 那一樣 你就把它 把這邊 一樣 Ctrl C 這個在底下 貼上 然後這個是在上面 Ctrl C 這個在上面 把它按個TAB好了 基本上 因為年跟利率都會用到 所以位置也一樣 你會發現就做完了 做完之後的話 再去執行它 輸入個 2好了 可以按一個確定 你會發現 這邊呢 它就自動化出來 而且其實都從 那也就是以後 如果你有 固定都是畫那些動作的話 那你盡量就把它獨立 不然的話 你的程式會變得 很多都是重複的東西 OK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年跟利率可以做成動態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